我记住包括三百多年 从山脚爬到山顶村庄 开拔高度近一千公尺 四川省遗族居住的阿土列尔村 又称作悬崖村 居民得攀爬藤梯 出外讨生活 是大陆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两个小时的路程 已经大美背到家里了 欢迎大家来到什么家 随着基础建设投入 包括架设基地台 并打造牢固的钢梯 现在有村民变直播主 可向全国贩售家乡农产品 另外旅游业也进驻 规划农村体验行程 帮村民在地就业成功脱贫 陕西偏乡农民 见到国家主席本人 既兴奋又激动 因为这几年收入变好 生病有医疗保险 还有养老金 让生活无后顾之忧 习近平全面掌权后 高举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大旗 重商主义时代宣告终结 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党 这是为人民办别事的 看到人民的话 生活好起来了 富裕起来了 有钱花了 习近平现在坚持的 这个清零风控 或是共同富裕的这些政策 很明显的就是抛弃了 重商主义 这是政治逻辑 这不是经济逻辑 过去邓小平或是江泽民 甚至胡锦涛 在高举政治逻辑之前 也会兼顾到经济的发展 可是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显然现在已经被打破了 大陆富士康郑州场 几先前工人逃离风控 徒步返乡 近期又因为不满高压清零 与警方爆发激烈对峙 专家分析 习近平第三任期的挑战 除了清零引发的经济下滑 外资撤离 失业潮和社会动乱 在台高筑的地方债务 以及房地产市场 都可能成为点燃隐性的定时炸弹 中国大陆这两年有三道红线 不断的限制房地产开发商 取得资金 所以今年再加上疫情期间 又不能出去看房子买房子 房地产开始大跌 那根据中国大陆的统计 31个省市区 有7个省市区 他今年的房地产成交金额 比去年少四成 那中国大陆的房地产 根据外资的估计 大概占中国的经济四分之一 那他掉了这么多 他经济怎么会好 APEC举办期间 不少泰国人走上街头 抗议习近平到访 在国际社会对中敌意升高之际 习近平仍在中共二十大后 积极展开外交攻势 学者预期 习近平明年会有更多出访行程 发展多边外交 扩大合作伙伴 为的是突破美国封锁 美国现在虽然讲说 不跟你打冷战 也没有跟你冲突 美国官方也不承认 再采取脱钩 但实际上是往这方面前进 北京也非常清楚 就是长期的战略竞争 美国现在讲得很明白 是要胜出的 那中国大陆基本上 除了手势之外 他要发挥他的能量 当大权一把抓的时候呢 恐怕更多的意见 没有办法传达在习近平手中 那中国未来所有的前景发展 就要依靠习近平的乾坤独断 那我觉得这风险是蛮高的 非传统安全议题的话 中国有很多严重的 包含水资源 粮食问题 那现在还有气候变迁 中国的领导班子 没有办法有效地去治理这个国家 我妈对这个政权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专家认为习近平把集体领导 变个人领导 责任势必得一肩扛下 政治维稳摆第一 但台面下风暴 山雨欲来 TVB的新闻 何嘉阳 戴源丽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